好久不见 什么好久不见 前几天刚刚看的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 没有了B站的 第一个录制公共的视频 所以当离开了B站 所以我在想 其实我可以开设一个新的系列 应该是在YouTube会开设这个新的系列 这新的系列就是可以是聊一聊 或者是我题目还没想好 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们开始在底下留言 因为这个系列 它不是Vlog 它也不是开箱 当然无聊开箱系列 我蛮喜欢的 无聊开箱 可能那个系列是会将 这1000级 可以讲是1001级吧 但是以后的为早谁 这系列就不再是 以1001级为命名 可能也会开始Vlog 但是我是想开始分开 有拍摄给会员专门讲的主题 有专门无聊的开箱 有去旅游或者是 我曾经还有一个系列 我也在构思当中 我蛮希望能够做记录的 就是把GoPro 就这一个 GoPro放在我的车 车的上面 然后就架英国的乡村小路 没有任何说话 也不会快进 就是让你感受那种兜风的系列 让我觉得美景 能够记录下来遗憾的是 我苏格兰 去了那么多次 我都没有把GoPro放在上面 不然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很多时候学景的时候 我真的是把那些录制放成另外一个系列 而今天这一个特别的系列 就是聊一聊 就是ZiTalk 就是只是聊天系列 可以讲是聊天系列 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话题 是我突然间想起来的 就是英国的薪水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个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 但是一些英国薪水的文化 可以是这样子讲 在英国的职场里面 或者在英国做工的文化里面 有两件事情你是不可以去问的 它可以算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女人的年龄 这个一碰就是 当你问How old are you ladies 这个就是差不多是骂出口的那种 人家马上真的会变脸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见到英国 无论是从baby 除非是一个一年以下的 就除非是婴孩 就三岁以下的婴孩 你可以去问How old is the baby 所以但是你不会问那个女生的年龄 就基本上当女孩子 应该是17 18岁以后 当然成年以后 就比如说18岁以后 成年前你可以问 成年以后在职场里面 你是不可以问 无论你是老板也好 无论你是什么 他有种会让那女生觉得浑身不自在 甚至他可以去 讲你去骚扰他 未必是性的方面 但是可能是对他造成困扰 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当然今天不是讲的话题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薪水的问题 就是工资的问题 其实在英国任何一个职场里面 没有就算你的老板 就算你的上司 他都不知道你的薪水拿的是多少 这些薪水 他的工资 他可以大概知道一个范围 所以英国的工资的文化 他是有个像Q5 有个等级的范围去分的 比如说你是按小时工 零时工等等这范围去分的 所以在这范围里面 他的薪水可以是从什么到什么的一个地方 而这等级的薪水的时候 政府就跟着这等级的薪水去抽税 所以英国最低就是全职工 最低税的起点就是百分之二十二 当你工资越高的时候 他的税可以去到甚至百分之四十几 这是蛮高的 所以英国当你赚的高层的时候 你是要交重税 所以很多公司请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是按照等级来去请人 所以当工资定了以后 每年都会有大概百分之三的涨幅 而你的经理是不知道你工资拿多少的 所以工资是直接由HR 就是人事资源部那边直接去管理每个人的薪水 他们会算小时然后扣掉养老金 基本上英国的养老金也分几种 一种是他可以不帮你交养老金 你自己交养老金 而交养老金的时候 你自己去找件公司 养老金比如说 你每个月交的养老金是一百英镑 是一千块钱人民币 比如说是一千块钱人民币吧 然后公司也会交同样的一千块钱人民币 在这养老金的基金里面 这样子就等于是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每个月养老金就有两千块钱的存款 就这样子存上去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直接跟HR 人力资源部去谈 包括加薪的事 基本上没什么机会 所以就算你的上司表扬什么都好 他都不会算在加薪里面 但是如果是上司公司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基本上会有分红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里面 很多公司在年尾都会有双红分红或者是奖金 在英国是很少有奖金 这一方面的 他们基本上你不会发达 打工的话你不会发达 但是你不会饿得死 就基本上的工作算是稳定 除了2020 很多工作都会 现在开始被吵人了 这是很多工作都离开了 但是也是有上司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工的话 英国的工作它是白纸黑字 就基本上它说是9点到5点 你工作时间就是9点到5点 所以5点那个时间是很准的 所以基本上只要在办公室里面 最有权威的不是老板 在办公室里面最有权威的就是那个闹钟 所以基本上如果闹钟到了9点 你还没有出现的话 老板是有权利去骂你 或者是辱骂你的 但是如果是5点钟 比如说你工作时间 在合同上写的是5点钟 如果到5点那时候 老板正要想骂你的时候 他一看是5点钟 他就不可以再要求你 做任何工作范围以内的事 就比如说扫地 然后你看5点钟 你可以直接很理直气壮的跟老板讲 现在是5点钟 我已经下班了 就你可以完全丢掉手头上的任何东西 这是你是受法律保护的 当然第二天老板会不会秋后算账 就不知道 但是而且在公司里面 Lunch time 或者午餐时间是很准的 基本上12点到1点是你午餐时间 你就必须在这时间里面去享用你的午餐 然后离开 所以基本上整个时间是白纸黑字写的 你就有点像打卡了 然后HR那边就是人力支援部 是根据你的迟到找退 只要你的line manager 或者是你的老板会 或者是你的上司 如果报告给HR HR就跟着你这些东西 会去扣薪水 但基本上 除非你跟你的老板关系很差 不然基本上 如果是迟到一点点 找到一点点 所以他们都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你之后就做回给他们 所以很多时候还会有那些松动 所以在英国的职场里面 也有很多的隐藏的规则 如果没据说在BBC的职场 那隐藏规则就更加的不同了 因为我所知道的一些 被BBC刚入门的一些新人 他们很多都是要加班 而且也是没有钱 他们那种的加班 可以讲他们是在拼搏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新闻工作者 是没有按时下班的 他们很多时候要赶一些东西 而这些OT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算在里面 因为我并不是在BBC那边工作 我先这边说明 但是我所知道的 在一些正规的地方 所以每个人所赚的薪水 所以可能你看到一些人 在公司里面做了很久 未必他的薪水会比你高 而在薪水这方面 其实有很多不太公平的潜规则 比如说男人的薪水 在普遍上会比女人的薪水 高出那么一点点 不止一点点 在管理层方面 除非你是全部临时工 那就不同 所以这就为什么 之前英国女权主义 一直在争取 共资的平等化 还有第二个就是种族的问题 其实英国白人的薪水 只要在管理 我讲的是管理层 不是其他 就是中上其他 白人的薪水 基本上都会 管理层都是白人比较居多 所以当你去到任何一间公司 在英国的公司 你去到去那边 interview 就是被面试 面试官 基本上70%到80%都是白人 这就为什么 在面试的等级里面 你会发现 都是白人去面试黄种人 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亚裔人士 我好像 我是黄种人 但是我为什么 我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叫黄种人 我一直想不清楚 我们并不是黄 所以黄种人 Yellow 这个不是中国人 给自己讲的名字 这个是外国人 给中国人的名字 白人给中国人的名字 就是中国人 搞不懂 我不知道外国人 为什么要用颜色 来去分种族 而我们中国人 是用语言 来去分种族 就你会讲中文 你就是中国人 只要你不会讲中文 我们就叫你是鬼了 所以只有中国 讲的中文才是人 其他都是鬼 很有意思的文的话 好 回到这边 所以当讲到 所谓的职场的时候 所以你在职场里面 你是不能够问你同事的 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 基本上这个也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就算是喝酒 但是你可以从一些的小动作里面 不是小动作 小文化里面 知道谁的薪水比较高 比如说特别是在酒吧 英国人的酒吧里面 当你去到酒吧里面 一般酒吧文化 就是赚钱比较 公认比较高的 一定要请低 比他赚钱低的人 喝酒或者喝饮料 就是我们所说 有大吃大的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同样都是在一起工作 比如说我们都是同一个部门 十个人出去 如果都是只是同样的是普通资源 就是自己AA制 但是一旦有上司或者老板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老板就是要请在座认识的 每个同事喝一杯酒 这可能是一个文化吧 你说那这样子不是很亏 当然这个老板 当然是属于是拥有比较大的钱的地方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按等级 就是最大的跟要请最小的 然后第二大的要请第二小的 就基本上依此类推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 你是在底层的话 出去喝酒吃饭 吃饭是自己给钱 就是AA制 但是喝drinking 就是饮料 酒的方面 一般都是上司 要请你喝一杯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酒文化 所以当你去人出去的时候 已经有形成一个那种的习惯 当你看谁买酒买的最多 就表示在这一群的员工当中 他的薪水是最高的 所以大概都可以拆得八九不离十 但是每个月的薪水 也会有上下波动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职场的文化 当然所以HR的薪水 基本上HR是每年会跟着你的评估报道 然后来去看你的员工 是不是值得了 当然现在很多HR都是草人 都是满营着 这边我就不讲太多 因为英国的职场 他们并不会看人际关系 当然在中国大陆里面 很多时候你工作 你是需要人际关系很重要 但是在英国你的CV 或者是你的履历 你的整个的履历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要面试的话 你的履历是你面试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CV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recommendation letter 或者就是推荐信 或者是所谓你CV里面有两行 里面是填的 就是算是通过这个人去了解 可以是你的导师 可以是你的以前的上司 其实之前我也有幸在 作为一个面试官的身份 去面试了一些人 所以我大概知道 英国职场当中的一些 黑暗 不算黑暗 一些的文化 所以基本上一个的职位 英国申请的人数可能是300人 至少300人200人 我讲是在CV 所以如果好的话 可能甚至到10002000都有可以 所以基本上HR就人力资源部在看CV的时候 他们就报告这薪水 然后每个人寄CV过来 CV过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已经筛选了一半 而你要想到3000个CV里面你不可能每一个都仔细的看每一行 所以他看一个整体 如果不舒服或者是没有几个字 让他的眼前一亮的话 他就丢在那里头 所以CV是很容易筛选的 所以CV1000个CV 第一个就在基本上两天里面就是丢了一半 然后丢了一半的时候 然后剩下的一半 比如说500个 他们在搜索一些字眼 所以CV的第一行很重要 就是履历的第一行很重要 看那些字 有这些字的话就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还有 所以就再筛选200 200个里面最后 他们才请10个人 来去面试 而这10个人面试的时候 才到第二轮面试的筛选 面试筛选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不 我还怎么讲到求职经验 怎么变成求职 可能我改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叫 就叫英国的求职经验 我不知道这个主题 可能主题就讲到求职这方面 既然开了这题目 就讲下去关于薪水这方面 所以当然 或者职场文化 或者这个题目就叫英国的职场文化 我就大概讲一讲 你们就有一些概念 可以对比跟马来西亚 跟中国 跟美国 美国可能很不同 美国的职场 我不太熟悉 但英国的职场 我大概知道 而且英国的职业 职场还有分很多种 比如说是工人 还有政府的人员 还有很多的人员 所以英国换工作 其实是蛮普遍的 而且是失业 失业是蛮 有些很多临时工 英国也是有很多临时工 好回到这边 当你讲CV的时候 讲到CV 或者讲到临时工的时候 英国的职场的时候 所以当你在英国工作的时候 你会面对很多的文化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对你很客气 因为还不知道你的底 但是当你在英国做工久了以后 你发现开始英国 其实工作里面是有分很多的 也是分党结群的 这个你有点像 也是暗套汹涌 这个不会表现在刚开始 但是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英国人 他的客气 很多时候都是很表面的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讲得不好听 就是也是虚伪 也是戴着面具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的文化 我觉得跟英国政府的政客 很有意思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怎么变成 变成徒早英国 所以你发现 很多时候 当上司跟你客气的时候 他可能未必是跟你客气 所以当同事跟你客气的时候 他也未必会 真的是跟你客气 但是有一点就是 当你有什么不满的时候 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 你是可以直接跟上司去聊的 你不要跟同事去聊 直接可以跟上司去聊 而这个反应 上司必须记录在案 而且take action 或者是如何去处理 这个就是管理层如何去 manage 或者是如何管理这些人员的 他的能力 所以你看到 一个管理层的老板 或者一个管理层的上司 他考的不是他的技术方面 而是他的EQ 或者是他的所谓情绪管理 他如何处理危机问题 所以英国在管理层的工作 他不是要他多么厉害 或者多么做什么决定 而是他如何应对他的危机 其实在超市也好 在电影院 在很多服务业也好 你可以看到管理层 他们是有个管理层的训练 而技术层面就员工层 他们的训练就是技术的问题 我现在变暗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英国的职场 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你发现英国 你要从员工做到管理层 其实是比较难的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中国人 或者你是非白人 如果你要往上爬 是很简单 这是一个很不文 很怎么说呢 所以这就为什么 当黑人被歧视 那件事情美国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 只是一个黑人 失去生命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个是包括英国 所以在英国里面 种族的文化 种族的等级 种族的欺压 绝对不是一年两年 或者十年二十年 它的文化追溯 可以去到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的这种 所以这就为什么 就算丘吉尔的雕像 都会遭到破坏 其实这个可以讲很多 因为的确你在看整个英国的 伟人的雕像当中 是没有黑人的雕像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在英国生存的黑人 是受到很多 可以讲 可能美国的黑人 会感觉的更多 其实在英国的华人 或者英国的中国人 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 毕竟这个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家 所以英国 永远是英国 如果你的皮肤 不是英国人的颜色的话 你多多少少在外面 他们都会有一群所谓的 叫白人高尚主义的 那种的想法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的例子 就很显然在美国现任的总统 唐老牙身上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 当一个种族的优越性 所以英国人 他在会议里面 的确是有一群这样子的思想 但是他不能够表现出来 因为英国的种族歧视 是蛮严重的一个法律 怎么讲到又讲到种族歧视 只是讲到职场的文化而已 所以的确职场的文化 其中有一个就是种族的文化 所以这个在每个公司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影响 看有些是会比较多 有些会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受到种族歧视的话 你可以提出来 然后回到第二个就是 职场的性少 其实在英国职场性少 是很大一件事情 所以任何的在职场的性少 的时候不单单是语言还是肢体上 可能是单单是写一谬都可以倒成性少 所以很多时候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你一旦有人有证据触犯这些法律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承担法律的后果 还有职场里面有很多 慢慢你会学习 基本上你要学习出了所谓的薪水 除了你对上市的态度 还有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你所做的东西 还有就是安全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方法不安全的话 你是可以挑战上市的这计划 而这个安全任何 只要你以安全为理由的话 你都可以是拒绝 所以为什么9月份英国面对很大的挑战 整个工作环境就是安全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确保员工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在工作环境上不感染到这个 冠型病毒 新冠病毒 而是convert-19 所以这是一个很多的安全许致 要重新改写 但是回到这点 但英国做工压力大吗 可以讲最喜欢的就是准时上班下班 或者中间的午餐时间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王牌 但是能发达吗 就他基本上不会给你的分头 所以如果是管理层的话 他们会有很高的薪水 当然他们也要付很大的税在里面 但是如果是普通打工的话 你不会发达 但是你也不会饿死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2020年英国的工作环境 已经在慢慢的改变 很多的挑战是2020年开始转变的 很多的大公司都面临倒闭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英国职场 英国的文化的改变 包括英国媒体的文化 又有一些新的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英国的公司 它是基本上政府就让你自生自灭 很多时候你所办理一个公司 你在英国开公司 在英国办公都好 如果你要打本做生意的话 你的税是蛮高的 所以就为什么英国开公司 基本上你是要交很多个税项 包括商业税 地税 还有员工税 你愿意要办员工税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了 这边就不细说 根据不同的行业 它有不同的税收 而且会计师 为什么在英国那么的盛行 因为很多公司都是要做账 这每一年4月份做账交税上去 交税上去 所以这就是英国的一些职场的一些变化 有很多文化的冲突 不是很多 有文化的冲突 有职场的挑战 但是当你在英国生存 在英国要生活下去的时候 还有一点就是在华人的环境打工 那是另外不同的 就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华人的时候 做起事来 但是又分福建人 香港人 还有不同地区来的人 但是我所认识的还算华人 我所认识的华人圈 他们还算很团结的 在这边 这个是我很感恩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华人在外面是一个散沙 其实华人在外面 基本上都 我认识的都可能都比较成熟 但是也有一些 一些很坏的华人要小心 基本上如果是 可能我认识的本地的华人社 都是蛮团结的 而且都是蛮互相帮助的 而且在华人圈子里面 经常流传的一句话 而且很common sense 大家都很 就很 都知道 本事同 不是 本事同根深 叫什么我忘记了 反正你们这些去找 你知道我大概是 就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 大家应该在外面的时候 真的是守望相助的那种感觉 还好 我这边有蛮不错的朋友 这是我蛮开心的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这个就是 有可能有一些的主题 就会放在这个系列当中 跟大家去分享 去聊 就叫谈一谈 这个系列 我觉得ZaiTalk也是不错 好 有什么 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这是我 YouTube的新的一个系列 一个频道 对 我的YouTube 就是这样东西 这是我